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的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 正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心怀报国之志 现在我们听到的炮声和看到的画面 记录的是日军偷袭上海扎北的真实影响 有很多的镜头是黎明伟把自己绑在飞机下去拍下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张画面都是他拿命去换来的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战斗机 这是日军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的画面 日本人的炮火之下 我们的家园在轻刻间被摧毁了 日本人这次出动了很多的轰炸机 而当时的我们是没有飞机的 所以我们只能用大炮去打飞机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将士们在打飞机的画面 好 有一架轰炸机被打下来了 然后这个画面是完整的被黎明伟的镜头记录下来了 现在是向战了 无数的将士们在拼命的向前冲 此时黎明伟的镜头也是不断的在往前挪 路上不断有将士被榴弹击中倒下了 我们来定格一下英雄们倒下去的画面 我们注意到每一个阵亡的将士 他们倒下的时候都是非常突然的直挺挺的就倒下了 这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也正因为将士们倒下的时候太突然了 才更加的让我们感觉到战争的残酷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特写镜头里头部被绑着纱布的 正是陈营长 他此时已经受了重伤了 但因为战斗已经进入到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他不肯听劝 执意要继续战斗 现在呢是继续冲锋呢 但是呢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陈营长就倒下了 陈营长的全名叫陈振伦 他牺牲的时候呢是年仅35岁 我们注意一下 将士们每次冲锋的时候呢都会先扔手榴弹 这呢是为了掩护 好现在呢是战争间隙 将士们在放松的画面 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欢乐 实际上呢它却有一种悲壮的意味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既然不知道 那就抓紧时间去放松去享乐 他们在危难中啊 依旧能主动的去制造欢乐 这也说明呢 他们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 实际上啊 看淡生死是乱世的英雄儿女们 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我们看到的将士啊 有很多都在后面的战役中牺牲了 所以呢这个影响啊 也是他们的最后的影响 好现在我们画面当中记录的 是一次胜利 这次战斗当中啊 十九陆军和五陆军联合作战 他们奋战了三昼夜以后 歼灭了日军精锐三千余人 我们的影片并没有记录 十九陆军和五陆军的伤亡情况 但我们知道啊 他们的伤亡很可能是数倍于日军 这呢是因为当时的十九陆军 虽然非常的英勇上仗 但因为他们不是蒋介石的 嫡系部队的缘故 他们不仅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 而且呢长期是缺少武器弹药的 在开战前十九陆军被拖欠了八个月六百余万的军饷 所以呢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妙航大劫 几乎是奇迹一般的存在 这次大劫啊 也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的信心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